有講嗎? 誒這張有喔 喔好 不知道什麼沒講 應該有畫 好 開始囉 開始了 這是我們分區的規劃 就是現在 就是絕境在畫的這個圖 然後這邊大概是住宅 這邊不到進來這邊住宅區 然後這邊大概就是我們林區 然後一區就是從進來這邊 這邊有個停車場 然後這一區都算一區 然後二區 這個就是他 你講的種子 很漂亮的步道就是 這邊是一區 先回來講種子 這邊是二區 這樣子 所以這 這是我們分區大概就這樣 林區一區 二區 然後外面是三區 然後旁邊是四區 然後就是餘溫上面這一塊 就是五區 我們就都不管他 所以我們在林區 一區就是我們停車場 步道走進來 還有教室那個地方 就是會種一些迎賓植物 比如說紫藤 或是黃金串錢流 就紫藤就是一開畫 就很漂亮很漂亮 然後黃金串錢流 也是 他也很看緣分 然後我們就是想要取他 那個植物的名字 黃金串錢 就大家來就很有喜氣 就會賺大錢這樣子 然後一區呢 就是我們希望種一些 平常日常可以用的 食用的植物 比如說龍葵 大蒜 番茄 紅蔥頭 黃公菜 然後木瓜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會開辟 就是會設立一個主題區 叫做可食野菜區 就是把一些平常 可能常看到 但是大家不知道他可以吃的菜 就是比較密集的種在這一區 讓大家去食用這樣子 然後就是遊客來參觀的時候 就會比較 有東西可以拍照 所以這邊就會結合一個 Keyhold Garden 或是Mandana Garden 所以我在左下角 就畫了一個 中間是螺旋花園 然後中間種一棵樹 然後旁邊就是 像那個 有點像歐洲宮廷式的 花園 非常的漂亮 然後二區呢 我們就會種一些 比較經濟的作物 跟我們也可能使用到的東西 就比如說 黑豆、黃豆、蘆筍、芋頭、黃薑瓜、胡麻 然後我們會再開辟 一個香草專區 跟要用植物區 就是雖然夫們 就是希望可以 就是植物 互相照顧植物 但是我們還會 就是會 某一區會 比較 有主題性 然後讓大家去那邊 就是有東西可以講解這樣子 所以就是像這個 黑豆啊 它是 六到八月開花 然後秋天 只要種九十天 它就可以收成 然後黃豆也是 就是一月下旬 播種 然後大概一百天 或是六月中旬 播種 就是等九十天 就可以收成 所以這個 在二區裡面 有一部分是 就是它是短期的作物 然後要一次收完之後 然後就可能種別的作物這樣子 然後芋頭 羊香瓜也是 就是秋天到春天的時候播種 然後大概等一 五個月 就可以採收 然後胡馬也是 三到四月播種 然後六到八月就可以收成 然後再來是我們第三區 圍繞外面的第三區 然後這邊因為是 零淨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邊的樹就會先種 然後第三區 我們就選一些果樹 比如說陽桃 甘蔗 芳果 洛神 龍眼釋迦 然後我們會 規劃一小區是種稻米 就是我們只種 就是有降雨的 這一個期間的稻米這樣子 然後八樂零物 所以我這邊上面有寫 它可以採收的月份 所以就是 五到七月的時候就可以吃蓮霧 六到隔年三月就可以吃楊桃 然後芒果六到七月 再來是龍眼七到八月 然後釋迦是七到十二月 然後芒果六 洛神是十到十一月 所以就是說 大概有半年 或是更長的時間 都可以在這個果園區裡面做採集 然後我們就可以辦一些活動這樣子 然後市區我們就是 會種一些珊瑚礁 無患質或香脂素 就是會去採集一些植物的果實這樣子 然後第五區就是我們的森林區 就是我們不想去管它 但是會在前期的時候 會種一些可能比較有價值 或是有用的植物 讓它慢慢長大 然後日後是不定可以 二十年後 十年後就是可以賣錢這樣子 所以我們想要種土層 蝦、紅豆酸、公辣樹 橫春、紅豆樹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地方風非常大 所以我們有弄一個防風林 然後防風林大概會是在 就是基地的北邊 然後還有在每一個 可能二、三區裡面 會在一個小池塘 就是收集雨水的池塘 的北方種一些防風林這樣子 所以我們防風林 又從低的到高的 然後再到低的 就是種的像一個饅頭這樣子 所以從最低的草海童 然後再來越來越高 十公尺的白水木 十五公尺的黃井 然後最高的營業樹跟木麻花 然後再來又變低的水黃皮 聖流台灣海童跟蘭葵草這樣子 然後當然最有趣的 我覺得是那個 除了黃皮它可以做濾肥 然後聖流它也是非常好的 碳芯的材料 就是可以拿來燒彩 然後台灣海童是很好的幼鳥植物 就是很多鳥會來吃它的種子 然後蘭葵草也是這次採茶 剛剛就是它可以造紙 可以編織 所以就是日後也可以開一些 什麼手工紙的磕疹 所以我的副分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